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DGD173的嘉一 然后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然后Dazai现在实行着e-learning 然后我现在人是在我的hometown 我的家里面上着这个e-learning的课程 然后Dazai是采用了Google Hangouts Mix来上课 然后那其实很方便 就是老师会已经安排好 然后send e-mail给我们 然后我们只要在上课时间 进入到那个Google Hangouts 里面 就可以直接开始上课了 然后其实不会太难操作 然后我觉得这段期间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我在上课 然后我的家人他们有时候可能需要找我 他们就突然间开门进来 可能有时候我上课上到一半 我在present的时候 他们就一开门进来 然后就途中被打扰 然后就其实有点尴尬 然后其实很好笑 然后我一直以为这段期间 我跟老师还有同学的关系会数 但其实没有 然后我们实体下其实在Google Hangouts 里面 还是可以做很多的分享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讨论我们的功课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然后实体课跟线上上课的区别 因为其实就是在于实体课是我需要自己去到学校上课 但是线上上课就是我只要在时间一到 然后我坐在电脑前面就可以开始直接上课了 然后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实体课 因为实体课就能够直接的跟老师还有同学们面对面 然后有更多的接触 但其实线上上课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啦 就是老师跟同学他们 我们其实实体下都还是关系很好 然后我们平常不只是在上课期间 我们上完课过后还是会遇到问题 还是能够实体下讨论这样子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然后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因为我回到家里 然后我有妈妈在 然后我妈妈就是在生活琐事上面 其实都可以安排到好好给我 我的不管是在吃跟猪方面 其实它都安排到非常的好 因为你知道妈妈就是很关心孩子 然后其实因为这样子 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装住在我的课业 比起如果我在外面一个人住在宿舍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住在宿舍的话 我不管是吃住方面 其实很多生活上面的大小 是都要自己去处理 但是现在在家 旧妈妈已经把我安排到好好 然后我有更多的精力跟时间去装住在我的课 然后也很庆幸就是跟老师还有同学的关系 没有因此慢慢变淡还是什么 我们私底下还是很好很要好 这样子 大家好我叫曼富 来自Dazine DGD193 因为MCO的关系 所以我回到了我的家乡 使用线上上课的方式来上课 我们有使用的软件就是HandsOut 然后我们也是有使用Google Classroom 来教上我们所完成的功课 我要讲的就是 线上上课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还记得在我印象当中 我们有一位同学生日 然后我们瞒着那位同学 我们突然间唱生日歌给他听给他敬喜 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们没有在同一个班里面上课 可是线上上课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 过后我要讲的就是 线上上课的功课 这个对我们学生来讲是占了不少的优势 因为平时我们去上学都会搭不同的交通工具 所以可能会遇上塞车或者其他交通问题 导致你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在交通上面 可是线上上课就不同 线上上课就只是单单在家里上课 所以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 让我们学生会有更充足的时间 去完成我们的功课 另外我要讲的是线上上课 线上上课是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扶持和指导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可能某些学生的网速会比较慢 或者会遇上些电脑问题 导致在上课期间 不能完全接受老师所传达的信息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下课过后 你可以去找老师或者同学 请求我们的帮忙 所以在线上上课里面 所以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扶持和指导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过后我要讲的是我本身的东西 我对我而言 线上上课是蛮挑战性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本身可以算是非常 专注在某一样东西上面 就比如平时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教书 然后我会比较难专注在听书上面 因为过后就算我有不明白的地方 我可以马上去询问老师或者同学 可是线上上课不同 线上上课我必须靠我自己 因为我miss了某些东西 没有人可以帮得到我 因为是我本身自己的问题 所以就算让我选择的话 我会比较偏向线上课 因为线上上课 可以把我这个有许多坏习惯的人 改为有点自律吧 另外我要讲的就是 在这个MCO期间 有很多人都遇上了不同的问题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保持个人的情节 让这个疫情快点的过去 加油